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哦 相信很多小伙伴都知道,第二季已经完结了 但是有很多观众表示还没看过影 而打结局也是非常精彩的 下面就带大家去了解一下 567为何要离开小溪岛,期望选武国呢? 里面的故事其实很不简单 不知道有人猜答答案了吗? 我们都知道,567的最终敌人是赤牙 在小飞机和机导宝被打败后 567必须看起大号来保护他们了 最后567凭借武功秘笛,发出最强一招来对付赤牙 不过被赤牙的血魔护体给扛住了 这场战斗567输了 不过赤牙也没有成为最终赢家 而是被十三的师傅清风下了死守 而清风一开始加入爱因斯克组织 很可能就是针对这个组织和首领的 不过既然大家感兴趣的是 其实是剧情中多次出现的神秘老乞丐 之前就有人说过,他的身份不简单 不然不可能会送给567真的武功秘笛 最后他的身份也有透露 原来他是玄武国某个刺客组织的藏门 而在赤牙被击杀后 小鸡岛应该从此不会安宁了 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到小鸡岛 因此无热机会的保护小鸡岛 决定离开前往玄武国 这就意味着 第三季的故事应该会发生在玄武国了 那么567究竟会不会完全觉醒自己的记忆呢 又会遇到什么事情呢 好了,等期的视频到这里结束了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